《心动观察员》 我有情 我们都有中华情 大家好 我是王洁石 好 我马上有请第一位嘉宾 Ben 1994年作为交流生 第一次从美国来到重庆 三个月的留学生活 让他对重庆的麻辣面面不忘 2012年再次回到重庆的Ben 结识了地道的辣妹子李灿 如愿成为了一名重庆养女婿 但是面对家庭生活中的 两个辣妹子Ben 遇到了让自己非常头疼的事 到底是什么让Ben如此苦恼 他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大家好 我名字叫Ben 我的老婆是重庆的 很喜欢吃火锅 欢迎Ben 你好你好你好Ben 请坐请坐 我是应该叫你Ben呢还是笨呢 我的英文名字叫Ben 而且我还有一个弟弟名字叫Dan 所以你们兄弟俩一起出来 就是Ben Dan 你是因为刚来中国没搞清楚这个意思呢 还是你就喜欢这个意思 原来就是搞不清楚 那你现在肯定是清楚了嘛 对不对 现在清楚了 但也无所谓了吗 没得发的 知道这是哪里的话吗 重庆话对不对 娶了重庆太太 对 那是辣妹子啊 确实是有一点辣 怎么个辣法 怎么说呢 我已经学会了当一个爬耳朵 爬耳朵大家知道啥意思吗 来 王老师现身说法一下 爬耳朵在北京来讲就是叫气管炎 重庆叫怕老婆 我喜欢过一个安安静静的生活 你这话听着话里有话呀 这个家里头不安静 所以才想过一个安安静静的生活吧 对对 得说说家里怎么个不安静法 说实话我 我们结婚了之后 发现了家里不安静的 有点应该是我的老婆 我的咱们俩 她们有时候有点矛盾 两个辣妹子 对 是吧 碰在一起了 对 噼里噼里的 对 有一个是火锅 有一个是老妈炒手 那就是辣到一块去了 我老家那边 我长大的时候 我的父母在我们的念前从来没有吵架 然后我爸是一个律师 我妈是一个老师 所以有任何什么小矛盾 如果我跟我弟弟吵架了 我们要到客厅去在沙发上坐半个小时 一直在解决问题 要说你这个儿子做错了什么事情 要跟对方说不好意思 我不会不会再这样做了 就是要谈很久了 然后才可以继续做下一个我们的安排的事情 不到重庆来了 他们吵架 就很大声地吵架 然后我一转头 他们就和好了 好了 吃火锅 一分钟之后两人就和好了 对 说完手出去要吃火锅 对 我自己觉得也应该找个办法帮助他们不吵架了 我就把老婆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把他们分开 然后就跟我老婆说 你跟咱们两人吵架 不管是你对还是她对 她是你妈 你必须尊重一些 你不承认了 我们就没办法去吃饭 她就好了 但是一般来说 女儿跟妈妈吵架 这个姑爷会掺和吗 应该说是不想掺和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 你不掺和也不行 但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特别简单 叫做摩西尼 你看咱们中文那个夹字写的 就像一个房子一样 盖房需要什么呢 需要砖 需要瓦 但是更需要稀泥 泥干了那个砖是弃不住的 所以你得吸一点 这样才坚固 所以说你这个角色特别重要 在家里啊 这个稀泥获得越好 这个家里越和谐 你懂什么叫做获稀泥吗 没懂 没事 没事你回家问你的丈母娘 问你的这个太太 她们都懂的 别回家了 是吗 我们现在就问问 好不好 有请 大家好 你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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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刚才听到笨在那说了吗 说你们俩吵架 那吵得狠着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 我跟我妈 我们两个性格是比较辣妹子那种 然后呢 我们不算是真正的吵架 就是那种沟通方式比较火爆一点 来说一个 记得你的一次争执是为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外面很冷很冷 我妈妈就担心孩子比较冷 但是家里面是开了空调的 但是她还是给孩子盖了很多那个被子 孩子的脸就很红 然后我摸了她脖子也有一点汗 然后我就说就不要盖那么多被子了吧 我妈妈呢就怕她被冷到了 感冒了呀 就坚持要盖 然后就因为这种小事情 初心都是好的 两个人会突然间矛盾就爆炸了 面对妻子与岳母之间的争吵 Ben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 解决母女之间的矛盾 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有一段时间我习惯了就 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吃饭 如果黎昌不在 我就跟黎昌的妈妈说 她做的菜比黎昌做的好吃多了 然后如果黎昌在 但是咱们俩不在 我就跟黎昌说 你的菜做的比咱们俩好吃多了 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种事情不能在这里说 你这里说完 你当他们两面说 你这以后就没有用了 你知道你刚才 这个方式和方法叫什么吗 不知道 这叫霍昌尼 霍昌尼 学不了 虽然Ben的霍昌尼计谋 被母女俩看穿 但是通过这件事 Ben却收获到了意外的惊喜 但是这一招一下子就已经被 丈母娘跟太太识破了 以后这霍这种心音 你们还能信吗 她这种霍昌尼 是因为对家里好 是不是 让家里其乐融融的这种 那就让她霍吧 尽管她霍 尽管她霍 我这样听起来 这个丈母娘对这个女婿 相当满意呢 是吧 是 很满意 她是个很细心的人 她看见 有时候我带孩子 很累啊 回家来 知道我要喝一点点酒 所以就买一点酒 或者她住的酒 带回来 来 我们两个喝一杯吧 好 我们就喝了 对 但是一般来说 女婿都不会参和到 自己媳妇跟丈母娘之间的 这个战争当中的 但是你老公她参和进来了 而且她还想办法 你觉得这样好吗 你喜欢她这样吗 我觉得她这样的话 是对家里面负责任的 一种表现吧 因为她如果不在乎的话 她可能就躲得远远的 说明她在乎 我跟我妈实际上 是知道她是好意 而且太太的话里头 还有一种甜蜜 心想说 不希望我跟妈妈吵架 不希望我生气 所以她愿意参和进来 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 对对 我是这样觉得的 你是怎么想的呢 因为她们不吵架的时候 她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可以让她们少一点矛盾 她们可以多一点享受 她们快乐的日子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吵架也好 参谎也好 祸悉尼也好 其实只要出发点是爱 这家一定就是和和美美的 当然还有一点也还蛮重要的 就是感受得到爱 爱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就是我们要努力地向对方靠近 所以你功不可没呢 我运气好 说到她功劳的时候 她还挺谦虚 别感到不笨 特别有智慧 那我们现在呢 心动舞台就在面前 上什么歌 叫曾经的你 曾经的你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很感谢经历 如果没有遇见重庆 我就不会有这么幸运的家 好 那笨 心动舞台就在面前 请登上心动舞台 谢谢 谢谢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 有多少正在雕像 不知道多少孤独的夜晚 在唱歌的时候 我们小宝贝也来到了台上 好好看 来 这样好不好 我们一家人都站在台上 跟伴在一起好不好 来 我们看看刚才这首歌 是否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请看《心动之手》 好棒 谢谢你们一家人 希望你们一家人 接下来和和美美 好 拜拜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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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平平凡凡才是真 但是要把平平凡凡的生活 过得和和美美 那还是需要智慧的 所以笨啊 一点都不笨 老智慧了 眼前这位自信从容 乐观开朗的姑娘 在2016年礼约残奥会上 夺得了女子花剑个人A级冠军 女子重剑团体 和女子花剑团体三块金牌 也是中国残奥会代表团 第一次由女运动员 担任的开幕式棋手 她就是轮椅基建冠军容敬 来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容敬 来自中国轮椅基建队 欢迎 欢迎容敬 看得好激动啊 那个小片 李约残奥会三枚奥运冠军 对 我们掌声再次祝贺一下 轮椅基建队 是不是 对 所以腿脚有点不是很好 因为小时候 一周岁的时候 生病导致的 右腿就是有一点不好 但是相比坐轮椅的 我就算比较轻的了 那怎么就会走上基建这条道路呢 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在我16岁的时候 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 到各地去选拔残疾人运动员 我再配从几百号残疾小朋友当中被选中了 当时我就觉得基建好像挺酷的 戴着头盔 穿着衣服 拿着剑 跟对手格斗 就挺酷的 当时自己就选择了基建 教练看中了你哪一点 觉得你可以做这个运动员 可能我当时16岁了 长得也比较高 然后膀子也比较长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建运动员 我的手臂是需要长一点 对 而且比较要灵活一点 这么说来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王老师 你觉得他这个手臂算是长的吗 我这个手臂不长 但我上身很长 上身长这个有优势吗 上身长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他出去的那个跨度会比较大 要不这样好不好 我们既然把奥运冠军给请来了 我们是不是也这个学习学习 王老师 有那难得的机会 比拼比拼 比如说基建的进攻动作吧 它有一个姿势 就是出剑 要从剑间先出 刺 对 身体不能动 对 刺 我做到一个刺 对 这个很标准 虽然胳膊短 但是动作还可以 我觉得这样吧 直接来比拼一下吧 我们让容金坐下来 你站着活动 你看看你能不能刺到一点点 不是 这样行吗 可以 但是得戴上头盔 这样就保护一下 对 备开始 以后会转移了 真是灵活啊 容金 我的天 已经挨好多剑了 谢谢 刚一拿的时候 觉得还是叫重剑 重剑也不太重啊 可是你真的做几件动作 真的胳膊就酸了 但我觉得这个很多人 还是巧劲是吧 对 还是那个 就是要巧力比较多一点 巧力 我这全是拙劲 当然了 人家是奥运冠军 咱们输给奥运冠军 一点都不丢人 对吧 当然了 这是我的荣幸 光荣 我们掌声送给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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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容金 谢谢 在比赛场上 容金用扎实的 激健技巧战胜对手 一局夺得三枚金牌 而他独特的战术 出色的成绩 都和一个人的帮助 密不可分 那就是容金的教练 庄信帝 这个激健这个运动 看着是真帅 真优雅 但其实练起来 也挺辛苦的 我觉得可能最辛苦的 还是一开始 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我小的时候 没有接触过体育运动 在刚刚去训练的时候 我手臂也没有力气 然后也不会发力 然后经常拿这个镜 就像王老师说的那样 就是使蛮力 然后就是每天 抓着这个剑的时间太长了 把这个手指 就是念出尖翘眼了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都自己它不会张开了 需要我用另一只手 把这个扳开才可以 然后每天在轮椅上 拉轮椅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手 就是像工人的手一样 就会有很多老茧 那个时候最经常做的 可能就是躲在被子里面哭 怎么坚持下来呢 这么辛苦 当时刚去的时候 也不太喜欢 说句实话 但是我念着念着 就自己慢慢慢慢就按上基建了 然后那个时候 教练对我的帮助也很多 他就不断地鼓励我们 只要你做到你自己最好的就可以了 这个三枚礼乐奥运会的金牌 背后应该也有挺多艰辛的故事吧 2012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那个时候对于奥运金牌的向往 是无以言表的 所以当我上场的时候 可能我觉得我没有紧张 但是我心里肯定是对金牌 太想要了 我太想赢了 因为我们基建是十五分支的比赛 当裁判没有喊 预备开始的时候 我动了一下 裁判给了我一张黄牌 然后裁判又喊 预备开始 就是没有开始之前 我又动了一下 裁判就掏了一张红牌给我 红牌就等于是我要罚一分 对手加一分 最后打到十四比十四 我已经抢了四斤了 所以那四分其实算送给对手的 对 当时我就把头盔拿下来 我就跟你自己讲 千万不能再抢了 如果再抢我连机会都没有了 但是当时我戴上头盔的时候 裁判喊 预备 我剑突然动了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 在面罩里面流下来了 当时我久久都不愿意 离开那个场地 因为我知道 我不是输给了对手 我是输给了我自己 所以我现在想来 虽然说那个比赛对我来说 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比赛 最痛苦的一次比赛 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让我最成长的一次比赛 例如有些时候就是要给你一点困难 因为这样才会有进步 然后这样才会迎来里约奥运会的三块金牌 对 我觉得因为在这四年当中 庄老爷不断地提这个事情 真的 对 因为毕竟它是个反面教材嘛 天天建议伤疤 对 可能一开始我理解不了 就是每次提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总觉得有点难过 我不愿意被别人提起 但是等到后来慢慢地 我觉得 我特别感谢庄岛 就是因为他不断地提醒我 所以我在2016年奥运会的时候 我一键都没有抢 其实也可以证明一点 就是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 你战胜了自己 对 也可以这样说 我是战胜了我自己 其实赢了自己 就等于赢得了这块金牌了 掌声鼓励 掌声鼓励 那现在想想这一路过来 你刚才一直在提教练 提教练 这个教练给你的帮助很大 对 我这十几年都是 装导一个教练带我的 他是个什么样的教练呢 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教练 七十多岁了 这么大年纪的教练啊 对 他每天跟我们陪练 他永远都是超过那个时间 不会卡着那个时间刚刚好 而且男孩子把他刺疼了嘛 就刺伤了 有一次他的膀子都紫了 他也不告诉我们 然后他还是在轮椅上陪我们练 他每个星期只回家一天 就是星期天回家 其他时间都是跟我们同吃同住 所以他怎么做 你们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有的时候可能他不用讲那么多 但是我们也 他已经在那里了 哎呀 这个岁数他都能做到 你们那么年轻 凭什么做不到 对 有的时候真的就在心里默默地 问自己这个话 想偷懒的时候 看到装导满头白发地 坐在轮椅上的时候 我们觉得他那么大年纪都可以 我们就 那我们应该比他做得更好 我能不能那么说 如果没有他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个基建队 对 我承认这个说法 是吧 那如果没有他的话 当然也就不会 不会有我 可能就不会成为 现在这样的一个奥运冠军 是的 而当然了 也有你的努力跟坚持在里面 他现在还是你们的全职教练吗 他从16年之后 带完我们去里约 他就已经退休了 当然他现在还是坚持 每个礼拜能来两次 也不是经常能见到他了 会想他 会的 那肯定是想让他 天天在这里陪我们一起 我在想 如果装导现在能看到这段 这个片段的话 心里头应该也暖暖的吧 你有当面跟装导 表达过你的感情吗 没有 我们就把那个镜头吧 当着装导 装导 谢谢你这么多年培养我 希望你能健康 然后能更加愉快地享受自己的晚年 不要再为我们操心了 能不能先让那份惊喜 先呈上来 可以吗 掌声欢迎装导 听见了吗 在后台 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的 那时候我去小财的时候呢 又要不跟来 我看他呢 就是比较有灵气 也有高兴 因此我当时呢 就先送了他 想来以后 到我们带你来行李 他很要强 但是呢 就行李也很苦苦 那么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 他是不服输的 敢打敢拼 流了很多汗 也受了好多伤 但是呢 他呢 一路急往 很执着 不太坚持 因此能失败当中 慢慢慢慢慢慢地成章 特别我幸运的是 在第四六 这个七六年 那个一二年的时候 在那个 那个奥运外赏 他拿了 三块金牌 这是在女同志当中 他是第一个 第一名六 好 好骄傲啊 我是呢 我是那时候 运动员不能当一败子 他也就像社会 在当好运动员的前提下 能学习就多学习 多学习一点 对 增加自己自身 今后到三万丈 去生生力就比较强 很好 要加油 多学习 谢谢张总 但是呢 今天荣敬呢 其实来到我们这个 中华琴的舞台 荣敬还是有一份礼物 要送给教练的 是不是 我想唱一首歌 叫《隐形的翅膀》 送给像张导一样 在我们身后 默默关心我们 还有支持我们的人 因为是他们为我们 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 我们才能飞得更高 更快 更强 那张导 我们坐在这里 听荣敬唱歌好不好 来 请登上新动物台 OK 加油 好 对 我来说 我来说 他很嫉悦 这个 就是 我深厚 听荣敬 什么 是 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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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高兴了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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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开场曲 你知道观众们有多高兴吗 你一边唱说高兴高兴真高兴 大家都高兴高兴真高兴 就跟我大年初一去我们村上拜年的时候 跟两个老太太一块跳起来了 真的 他们听着听着跳起来了 这个大成啊 现在真的是大成了 是不是 现在成名了 是不是机会就多了好多 是的 这个确实 被好多人认识呢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特别地累 也特别累 那这个怎么个累法 要不先说说 这个比方说 这个有很多的应酬啊 很多的这个活动啊 就要去参加 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太忙碌了也不好 我觉得也说也希望自己的心 能够静下来 沉下心来 沉下心来做点好的作品 是不是 出点好作品 做点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大家都觉得刘大成什么都会 就是会口技啊 会模仿啊 为什么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 专一的一个的领域 想把它做到最好 特别是我就想唱中国民歌 把中国民歌唱好 所以现在就是专心致志的 在好好地把歌唱好 把歌唱好 今天我们有一位啊 也是这个老师级别的 王杰石老师在现场啊 您看今天大成来 您作为前辈 要不然也给后辈一个机会 带带他两位合作合作 其实跟大成非常熟悉了 在中华情的舞台 如果合作的话 这还是第一次 对 咱们是不是为这第一次 好好地鼓个掌啊 欢儿为什么这样红 为什么这样红 哎 红的好香 红的好香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春节的游戳 游戏的游戏的游戏 游戏的游戏的游戏 谢谢 好棒 谢谢 谢谢王老师 大成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谢谢 谢谢大成 刚才也提到了一下 成名之后 觉得时间太少了 很苦恼 这个时间少苦恼 到底在哪里呢 一个是自己学习的时间少了 一个是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 突然发现 还有一天我妈满头的白发 都突然感觉到 哎呀 这个自己 这些年我没有好好的陪伴他们 就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泰山 我都没有去爬过 今天就带 过了年我就带着父母 还有我的愿务 岳父 爬了一下泰山 这是我心里面 好多年的愿望 刚才我听你提到了你的爸爸妈妈 岳父岳母 没怎么提到你的妻子 我爱人这些年 确实我觉得她比我可能更累一些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 都说到这儿了 要不然就把她请出来吧 好不好 来来来 有请大成的妻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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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坐 刚才听到大成说了 说自己成名之后一忙 有些烦恼 你应该是最有感触的吧 对 因为我也很忙 因为她所有的事 基本上都是我来帮她打理 以前有自己的爱好 但是自从她参加完比赛以后 就也很忙了 所以说也没有时间 去做自己的事了 这个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让她 她其实她有她自己的爱好 她喜欢服装 开过服装店 这个时候 但是当我比赛完以后 我就想赶快把那个服装店 一盘出去 我们不能再过异地的生活 我希望我们能够天天在一起 然后你就放弃了你的想法跟爱好 对 现在想想后悔吗 这个决定 不后悔 为啥呢 就觉得现在还就是挺满足的 就是对现在的生活 当刘大成还是一名纺织厂工人的时候 王敏便嫁给了一无所有的她 并全力去指她到北京学习声乐 而在刘大成北漂期间 家庭的所有收入 就全靠王敏摆地摊和经营老家的服装店来维持 刘大成成名后 王敏更是包揽了丈夫工作 生活上的所有事物 甚至比以前还要忙碌 现在工作也绑在一起 生活又在一起 两个人总见面总见面 反倒会有一些摩擦吧 就比方说我生孩子 然后就是那个进手术室之前 然后来电话 有节目呀什么的都是跟我联系嘛 然后都是那时候还让我接着电话跟着说着呢 说完完了出了手术室 然后麻醉还没有消呢 然后又来电话 然后她也是把手机放到我耳朵上 我说我的嘴现在说话还哆嗦呢 我说还有麻醉呢 最近这两年我就不太跟着她出去 因为孩子小 就在前几天 也是在这里录别的节目 我就到了她的这个 我早上还知道 但一录完节目 我才发现她的今天是她生日 哎呀就 哎呀 马不停地往家跑 我想到蛋糕还没订呢 哎呀这时候 当我着急的时候 我女儿突然发过来一张照片 蛋糕也买好了 鲜花也买好了 都是女儿给得买的 哎呀我就说 哎呀这这这 大成特别可爱 大成坦诚了她自己的愧疚 所以大成平时确实也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嗯真的我缺少浪漫 缺少浪漫 缺少浪漫 其实还是实实在在过日子更重要 虽然我们平时看的都是大成 站在台上发光发亮 但是呢 现在听起来媳妇在后面功不可没啊 她她确实很很会持家 很孝敬父母 很会照顾孩子 这是我的福分 我现在就是感觉离开她我都 这个我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不敢想象 其实我觉得她跟其实跟普通一样 演员也是人也是平常人 也应该懂得感恩 懂得孝敬父母 我觉得这些呢 大成都做到了 你的成功跟有一位好太太是 真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这呢 我祝大成啊 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 能够把民歌唱得更好 也祝你们全家幸福安康 那么大成啊 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我想和我爱人唱一首 我们心中的歌 哦 你们心中的歌 叫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都希望和你美好的度过 那么接下来舞台交给二位 来 请登上心动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刚才的那首歌 我们来看看刚才的这首歌 就是赞 特别棒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祝你们何家安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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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蕾 张小敏 大学本科毕业后 回到农村老家创业 但这一决定 遭到很多亲友的反对 使两人本就不被看好的恋情 雪上加霜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创业又做了什么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马小蕾 来自山东省高米市 焦和生态发展区前沙布村 因为我家是种土豆的 所以大家都亲切地 称呼我为小土豆 大家好 我家是种辣椒的 所以大家都叫我小辣椒 老师 我们今天来 特地从家里带来 自己种的天然无公害的土豆 要分给大家 要带东西来我就得上台了 老师 我这个是专门为您 从地里边挑的 这个特别窈窕淑女的那种 高高的那种 我还第一次听说 土豆还能窈窕淑女的 对 对 对 老师 我还给王老师挑了一个 给我挑了一个 肯定是特别胖的吧 不是 就是挺健壮的 来 咱们俩这比在一起看看 对 是不是有差距 还不错 还真般配看着 是不是有差距 太有心思了 谢谢王老师 当然也有请两位 我们到访谈区 好不好 来 有请 两位一上来就特别朴实 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 隆重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在城里读了 大学是叫做音乐教育专业 结果返乡种土豆了 这你可得跟我们好好说到说到 这怎么想的 我总认为就是 不管什么工作吧 都是别人是老板 我是员工 我跟着他干 然后回家种地就不一样了 种地就是我包一块地 我就成老板了 我媳妇就是老板娘 就是自己给自己干活 特别有劲 我们家那边是土豆之乡 我们那里的土豆是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基本上都是种土豆的 但是我爸种土豆啊 个头也不大 产量也不高 在我们村里老是倒数 然后村里人都笑好吧 说我爸种地不行 我就想 我一定要给我爸种口气 所以我毕业以后 我首先决定回家种土豆 让村里人看看 我们家种土豆 营养也能种得特别大 种得特别好 但是一做这个决定 回家爸妈同意吗 他们理解吗 不同意 特别不同意 尤其是我妈 经常数落我 说是你看啊 我没供用你读书 读了这么年书 这么多年书 还去练了大学 你又回家给我种地 你又不想丢人 那怎么办 我就说 爸 咱俩打个赌吧 你三亩地 我三亩地 咱看这个种上以后 到收获的时候 就是谁的产量高 谁卖的钱多 如果我赢了你 你就同意我在家种土豆 我爸说 行 你愿意种你就种 就你什么都不会 你种土豆你肯定是输 最后收成的时候 我一亩地能比我爸 多卖一千多个钱 原来我家就是 我爸种的六亩地吧 每年也就能收入三万两个钱 然后我接着就是种了两年 我又包了三十多亩地 一共是四十亩地 四十亩地 现在我一年纯收入的话 就到二十多万 到三十万之间了 这可以有人的掌声 这太厉害了 而且我刚才听到一个细节 好像说在你们俩 毕业回家之前 在你决定种土豆之前 女朋友家好像就不同意 之前我送她回家过一次 然后当时去了以后 我就感觉 她爸她妈看我那个眼神 就给你检查我似的 这不正常吗 第一次去女孩家 父母不得从头到脚 好好打量啊 当时其实我爸妈 跟小蕾都没有太多的语言沟通 就几乎是没有说话 而且当时我妈反应特别大 就是直接流眼泪 说坚决不行 她不配我的女儿 就是因为她长得太矮了 但那一次之后 又决定回来种土豆 那女朋友家里头 一听这个消息 是什么状态 就肯定更不行了呀 之前还觉得能有点出息 在外面能工作 或者说当个老师什么的 现在可得好 直接回到就是农家地里边 种起地来了 那儿的话还去上学干嘛 就是整个人就发起标来了 那种感觉 那怎么办 我就是还是驾驶我的道路 回家种土豆 我用两年的时间 我种了土豆 然后又包了地 最后在我们那边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 我叫土豆大王 对 这一点我还是很自豪的 最后我老丈人也知道 我这些成果了 我想问一下小辣椒 其实中间有没有想过放弃 说实话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从一开始认定他之后 我就决定了 这一辈子我就是 非他不嫁 就那种 因为他对我真的特别好 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用心那种 而且脾气就是也特别好 在我身上特别有耐心 以前听过媳妇这么说过吗 没有 从我之前高中大学 然后毕业 一共是追了七年我行 大学一年是四年分开的 我就办了一张手机卡 就是给他打电话是免费的 一月就三十块钱 越足够那种手机卡 每天打电话 其实我打电话第一是想他 第二 也是有点害怕 我害怕 万一他就是在大学 要干什么别人的话 他就不要我了 他跟我说过 我看到别人成双成对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在食堂吃饭 他说你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有一次他给我发过了一张 他在大学里面哭的时候的照片 眼睛特别重 他给你发裤照片呢 太可爱了 来 给你老公搭擦擦擦擦 好幸福 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了 现在是幸福的好日子呢 李爱 让他们 让他们再缠绵一会儿 这些机会我来说两句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处 这一切都不是白白付出的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幸福 这些年呢 随着咱们国家的发展 我觉得很多农村的孩子 他们背井离乡去打工 当然这无可厚非 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追求 而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 那么学业完成以后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在你们自己幸福生活的同时 我觉得你们也为国家 做出了贡献 我们国家现在很多粮食 是依靠进口的 假如哪一天 人家不给你进口了 你怎么办 解决每个人吃饭问题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别看你们年轻 你们真的做着一件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现在我们给农业的一些 好的政策 好的条件 我相信两位 肯定也能感受得到 而且两位也顺应地 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和一个趋势 也真的在这个潮流和趋势里头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也挣到了自己 应该挣到的钱 过上了自己 应该和可以过到的好日子 所以两位也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这样子可以陪在父母身边的同时 也能可以创造自己的家园 我相信老丈人 还有丈母娘 肯定也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 过得更好 小伙子是不是也应该有些什么话 想要对他们俩说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 还有我的岳母 最终同意了我和我媳妇在一起 我们会经常地回家去看您二楼 经常地回家给您去唱歌听 其实我还有自己远大的目标 我就想建一个厂 把我们那里的土豆全都收购过去 磨成土豆粉 还有就是剁成薯条 剁薯片 当做我的自己一个产业 虽然说是这一步可能 挺难的 还有点远 有点难 但是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有目标就是这件好事情 我们掌声祝福一下 正好 接下来我要把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岳父岳母给请出来 没有吧 来 掌声有请 我想听见二老的一个想法 刚才在后台都听见了吧 那现在有什么话想要 想要对这女婿说的 这不是家里种的土豆 希望她把土豆融合 同时她这个恶火唱歌 我希望她的唱歌这个土豆好 恶恶恶恶恶 都参与土豆 哟 还记得唱歌这件事呢 那我们娘有什么话要跟女婿说的呢 我女儿嫁给小林当时是有点不同意 想得看小林拿着女儿也很好 就她回家看看 我把那个女儿交给她 而且刚才有一点我也好感动 这个小伙一看见你们来了 第一件事情想的就是 你都晕车 这么老远的还过来 她心里 这孩子很小蠢 我们拥抱一下好不好 一家人其实抱在一起 温温暖暖的就可以了 今天其实把两位老人请来 最主要是让你们听听 他们想把日子过好的决心 当然还有一点 一定要顺了咱们老丈人的意 要让老丈人听听歌 两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 创艺术一次就好 创的就是我俩之间的爱情故事 通过这首歌呢 我希望岳父岳母能够放心 小米跟我肯定没跟错人 我会一辈子对她好 然后对年二老好 这个请您放心 好 两位我们到沙发上坐着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 一死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在阳光苍朗的日子里开会大笑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 世界海啸 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 在没有风陌的角落里停止寻找 在无忧虑的时光里慢慢变朗 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 随你跳 好甜啊 好甜啊 我们先请了二位 也站在台上好不好 跟他们一起 来 我们来看看刚才这首歌是否打动了我们现场的观众 请看心动指数 好棒啊 好棒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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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接下来呢 一切顺利 何家安靠 好吧 谢谢你们 感谢今天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动人的故事和动听的歌声 如果你也想登上中华琴的舞台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赶紧来报名吧 在这里呢 要感谢我们心动观察员 著名歌唱家王杰士老师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 你歌传情 为你心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